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来到了高庙王镇的前仓村寻找美食 大家也可以看到高庙王镇的前仓村的道路非常的漂亮 并且特别的干净和整洁 其实对于这个地方 刘真是早就有所耳闻了 不仅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 特别优美之外 听说这里的经济也是非常繁荣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漂亮整洁干净 并且经济又繁荣的地方 我想一定也有美食吧 因此我们马上联系到了 前仓村的村支部书记 张书记 你好 你好 张书记 非常开心和您一起来寻找美食 我非常的好奇 这个前仓村为什么叫前仓村呢 这个名字有一个什么样的由来吗 这个前仓村啊 就是说这个历史比较多 在昭州最终历史最终的秦草 秦草时候叫长亭 三国是叫长亭云 一个 上亭云制 它是木材 为其实就是第2个 那些是所有風景的孫童爱 原来前仓村还有这么一段悠久的历史和由来 那么这是 לנו得不被吝 那么这里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呢 看来在以前 咱们这个前苍村 就和这个美食和吃的有关系 那么咱们现在前苍村 有一个什么样的代表性的 有特色的美食呢 对对对 虽然常常常吃的东西 在一个吃饭地方 比较多 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羊肉 长羊羊肉在那里就块砍一键 张家羊肉是吗 比较好吃吗 对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了解一下 在路上留证了解到 前苍村是山东省第一批 被列入异地新建新居的村庄 村民从原来的老村子 老房子里搬出来 住进了这环境整洁的楼房 在20年 这里是山东省 有个一组村庄 收集一组 全收47个 暂时七龙之一 比如说两种四种 那样的一条 没想到前苍村 还有全省首批 宜居村庄 这样的一个殊荣 经过几分钟的路程 张书记带着刘真 来到了位于村口的 张家羊肉馆 对于羊肉 我们前面节目中也拍过 那么这里的羊肉味道如何呢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进到店里 张书记给我们介绍了 这家店的老板娘孙大姐 在得知我们是来寻找美食的 她十分热情地 向我们介绍了她家的羊肉 并告诉我们 他们这早上煮的第一锅羊肉 马上就要出锅了 正准备要煮第二锅 如果我们有兴趣 可以看一看 他们的羊肉是如何来做的 院子里 两只已经处理好的羊 正在架子上挂着 孙大姐告诉我们 她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羊肉分割成块 孙大姐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羊 在这个选材方面 有没有一个特定的要求呢 比如说您在买羊的时候 要选择什么样的羊呢 选费一点的 五六个月的小三眼糕 费一点的 都是自己从几号买来了 买了像早点薄料 那个腊料干七点 那一片都下锅煮了 孙大姐把小羊羔的尾巴 拿给刘真看 并告诉她 看羊是不是五六个月大的 从尾巴上的羊毛 就可以分辨出来 像羊尾巴它席 它席的像羊尾巴 孙大姐在聊天中告诉我们 他们家一天要杀三四只羊 不光卖住羊肉 有时候还会有顾客来买生羊肉 话音刚落 也没有你弄呀 你家里也是有红菲的 是不 可累 你要拿盒给你拿盒 可能按着嘴 对 可以加一加冰 加一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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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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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顾客送走 孙大姐摆出了十余种中草药 告诉我们 现在要开始准备煮肉时候用的料包了 孙大姐按照比例把各种药材装入沙包 系好后备用 下面就是将羊肉下锅了 孙大姐说 这羊肉下锅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除了羊毛 淤血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带血丝的羊肉煮出来 肉会发黑 从而影响口感 肉一块块放进锅里 需要放入料包了 孙大姐告诉我们 他们家煮羊肉不同于其他家的地方 就在这料包上 其他家用的是散料 而他们用的是料包 这样可以保证煮完肉后 料渣不会留在汤里 我看到刚才孙大姐啊 已经往这个锅里面扔了一个料包了 那现在呢孙大姐的这个手里 又拿了一个料包 为什么要放两个呀 那是最甜的秤料包 都是新料包 这个秤料包我今天得用一次 都倒了好了 原来他们家煮羊肉 都是放新老两个料包 每个料包用两次 如此循环 最后一道工序 将老汤倒入锅中 孙大姐便将笔子盖好压好 添入柴火 竟等羊肉出锅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 刘真和孙大姐聊起了家常 得知孙大姐这家羊肉馆 开业了将近二十年了 但是在最早的时候 卖羊肉并不是她的本行 后来孙大姐觉得和猪肉相比 羊肉更有利于人体健康 并开始自己摸索着自己煮羊肉 就这样根据顾客给出的意见 孙大姐慢慢地改进用药制作方法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张家羊肉 不仅好吃 而且吃法多种多样 这个猪树的这种 猪客喜欢吃火锅吧 我都直接给它剁了 放了火锅的减吃肉 来用来吃酸菜 要是又喜欢吃清淡的呢 把点葬点蔬菜 半房间走 挑凉拌 所以我也可以给它切捞盘子 它直接沾上挑了酸鸡 就是它那个酸鸡短盘子 短盘子 从盘子抖着一盆盘子 站着吃 现在那样吃的话也可以 可以根据这个顾客的口味来讲 对对对 是不是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羊肉也该出锅了 哇好香啊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捞出来就可以了 对 能捞出来就可以了 哦 把它放到这个盆里是吗 对 哇已经很烂了呀 已经烂了 嗯 这个筷子非常轻易的就能插到肉里 对 捞肉的时候 孙大姐的爱人张大哥正在剁羊肉 孙大姐告诉我们 中午有顾客预定红烧羊肉 这是要做红烧羊肉 哇 还能做成这个红烧的什么 对 哇 看来这个吃法真的是多种多样啊 对 只见张大哥将新鲜羊肉放入锅中焯水 这一步主要是去除羊肉中的血水 然后锅中放底油 放入八角花椒葱姜爆香 然后放入焯好的羊肉 加入甜面酱酱油后进行煸炒 添入开水后加入香料 放入高压锅中进行炖煮 我现在站在这里啊 看到有这个蒸汽不断的飘出来 钻到我的鼻孔里 感觉到这个味道啊是十分诱人的 那么这个红烧羊肉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待会儿在桌上为你们揭晓了 在前厅 孙大姐将羊肉羊肚羊肝等切好 开始为这个后面的羊肉大餐做好准备 好吃 越来越关注健康饮食的现在呢 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呢 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其实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要补不如食补 其实单单说羊肉啊 就是非常私补的一个家品 比如说它有这个进补滋阴 还有这个酱糖酱脂的一个功效 是不是 刚才呢大姐也告诉我 咱们这儿的羊肉呢 还有很多种吃法 现在呢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炖的还有这个凉拌的 其中啊大姐还告诉我 其实咱们这家最经典的呀 就是这个 对 炖的 是不是 光是看这个过程啊 我就感觉到 哇 真的好香 好诱人 好想吃 现在终于坐在这个蒜桌上 可以挺长趟了 来 好 谢谢 好 好 可以了 谢谢 谢谢 来尝一下这个炖牛肉的味道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怎样啊刘莲 好香啊 我直接这样啊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吧 软 辣 鲜 香 特别的入口 特别的这个醇滑哈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的细腻 嗯 现在啊我吃这个炖羊肉 因为现在是夏天了嘛 刚才大姐到头的一个诀窍 就是 咱们这儿这个吃羊肉的话呢 还可以蘸着蒜泥来吃 这个也算是两万一种是吧 对对对 嗯 嗯 这个蒜的话其实是可以代替那个辣椒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 另一种吃 嗯 感觉怎么样 好清爽啊 其实这个羊肉啊本身它吃起来是挺香的 对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蒜泥呢可以很好地化解这个肉的有点这个腻的这个味道 对对对 嗯 这个羊肉的鲜和香和这个蒜泥有点辣辣的这个感觉 是一种很新奇的味道 我看到大姐特别细心 嗯 嗯 这个羊肚以及肝呢分别搭配了不同的这个蔬菜 再尝一下这个 我这个 对第二点 好 谢谢 就这样了 好谢谢 好了 谢谢 嗯 嗯 其实我觉得一道美味呢它的这个精髓和精华都在它的汤里呢 对 是不是 嗯 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炖煮哈 我觉得这个汤里面不仅融合这个羊肉的味道 还有这个羊骨突骨髓的那个味道也在这个汤里面 是不是 嗯 刚刚大姐我看到那个大哥在底下炖的那个红烧羊肉哈 嗯 看起来是挺好吃 特别诱人 那现在咱们这个红烧羊肉做好了吗 做好了 嗯 做好了 端过来 好 谢谢 太期待了 哇 嗯 好了 这个红烧羊肉哈 在我的这个期待当中终于端上了太多了 哇 单单看这个红烧羊肉的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就比那个清炖的这个颜色要稍微重一点 稍微翻红 对 嗯 再吃个肉 嗯 怎么样味道 嗯 我觉得这个红烧羊肉和那个清炖的羊肉香饼啊 嗯 这个羊肉的味道要比那个稍稍的重一点 对在口感上 嗯 其次呢我感觉到在吃这个羊肉的时候吃出来一股那个姜香味 嗯 嗯 我觉得如果说朋友们喜欢吃稍微咸一点的口重一点的 那么这个红烧羊肉肯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今天啊在前苍村品尝到了美味营养的苍上羊肉 并且啊还见识到了多种多样的吃法真的是感觉到特别的幸福 据我们所了解啊 前苍村啊还有一个别的名字叫做幸福级 我们也发现啊在这里生活的群众确实生活的特别的惬意和幸福 张书记也告诉我们啊前苍村啊现在正在修建苍廷经文化旅游度假村 我们也相信啊以后在这里观光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玩的开心 并且呢还能够品尝到美味营养的苍上羊肉 让精彩的旅途中有美食相伴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美食羊骨 我是刘真 咱们下期投影时间再见了 咱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